一直以来,陆寒的身高都会被网友质疑,毕竟他跟别人合照的时候,很喜欢垫脚,其实陆寒的官方身高并不矮,足足有178厘米,但当陆寒宣布跟关小彤的恋情时,很多网友却开始担心越长越高的关小彤,陆寒能hold得住吗? 毕竟在传统审美里,男生比女生高才配,其实看官方数据,陆寒是比关小彤高5厘米的,绝对符合传统审美,可是看了陆寒和关小彤的各种合照之后,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身高差基本可以忽略。 在甜蜜暴击里,有一段剧情是陆寒和关小彤被罚打扫学校游泳池,剧里两个人都是赤脚打扫的,所以两个人站一起时是绝对的裸身高对比。 下面这个镜头,是从下网上拍的,绝无剪辑成分,拍到头部的时候,可以看到陆寒和关小彤两个人是一样高的。 换个角度看,陆寒确实比关小彤稍微高一点点,但有没有5厘米就见人见智了。 在甜蜜暴击的少数全身镜头里,陆寒和关小彤看着都是一样高的,比如下面这张剧照,镜头是俯拍的,陆寒和关小彤都穿着运动鞋站在同一水平线,两个人是妥妥的一样高。 下面再看看电视剧拍摄时的陆透照,有个场景是陆寒为关小彤擦嘴,当时关小彤弯曲了左腿没站直,而陆寒则站直了。 这时候陆寒看起来才像比关小彤高5厘米的样子,万一关小彤站直了,两人是不是又一样高了? 再看另一张陆透照,关小彤穿着帆布鞋,他应该不会用增高垫吧? 而陆寒则穿着有气垫的运动鞋,大概能增高1到2厘米,这时候两个人看起来一样高,这又说明了什么呢? 只能说,陆寒在穿上鞋子之后,看起来跟关小彤才有5厘米身高差的样子,关小彤上一年在某电视剧发布会上量身高,当时的数据是172厘米,跟官方数据没差多少。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,陆寒的身高虚报了多少? 关小彤还没跟陆寒恋爱之前,接受访谈的时候表示,希望未来的男朋友,能有一米八级的身高。 虽然陆寒在身高方面不符合关小彤的择偶标准,但身高同来就不是阻挡两个人相爱的理由。 明星们还是对自己的身高诚实点吧。 跟女朋友一样高会怎么样吗? 这一年